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同学或者别人寄给你的是用2007或者甚至他用最新的2010做的文件 请问你2003打不打开打不开对不对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要去委长去下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他有一个叫做相容套件 相容套件那么我有把那个网址列在这边上面这里 所以你可能要去下载 如果说你要你的电脑2003或2007你要打开最新版本的 那你就是要装那个相容套件 他就能够都认得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他就等于说你在请对方存档的时候 令存成2003的版本 这样才看得到 这个是你也容易遇到的问题 再来我们跟大家提一下 你的word如果很大 请问你可不可以透过你的email寄出去 寄不出去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信件 你要夹在那个附件 一般大部分是超过10mega大概就不行了 那怎么办 你先从本身的瘦身开始 瘦身开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文件里面 你是不是会插入一些图片 对不对 可是有没有必要用到那么大张 比如说有些人他习惯他可能是数位照片来了 就直接丢进去了 可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你的word会变很大 或者有些张图片你挖一挖就丢进来 变很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看看 这个功能不只在我们的word里面 你的office里面 其他都用得到 尤其像powerpoint的 这里也会用到很多 那么你看 比如说我刚刚这段 看好了 你看我们这个影片 一定会有一些图片的部分 在下面 这里有图 这里有图片 然后你看我们下面 还有一些广赞的 还没看到 有有有 这里 有没有 是不是都有一些图片 那怎么办 你看我们在存档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地方存档的时候 然后 因为我要另存 所以要从这边 旧版本要从这里 那个新版本 新版本要从这边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才能够找到另存新档 对没有 好 另存新档 那我现在就把它另存成word档 好 我把它存成word档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右上档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位置改变 在这里 有点不习惯 我们那个2003在右上角 它有一个叫工具 但是我们2007把它改到下面 在下面就工具这边 工具这里 工具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压缩图片 这里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压缩图片了 那么这个压缩图片 你把它按下去 它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简报里面 那个选项 好 这个画面跟我们2003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你看哦 它预设的话呢 是在这边 预设其实 这个版本大概是在列印 好 大概在列印 那么 如果你真的要变得比较少 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个数字不一样 什么数字 中间这个数字有没有 有没有 这是220 对不对 这个是150 这个是96 TVI 也就是说你的荧幕解析度 比较小的 其实你可以用在这里 有没有 它是电子邮件 其实当然 我们旧版本 它就是所谓的 适合荧幕上看的 把荧幕上看的 事实上荧幕上不需要到150 不需要到 大概96或72就够了 那你把它这样设定之后 档案大小 它真的变比较小一点 它真的变比较小 那这样你要透过 邮件的方式把它寄出去 就比较有可能 这样你了解了吗 嗯 这个96 PPI是指什么 来 我找 找那个位置给你看 你看我们在桌面上 如果按右键 会有个内容 找到那个设定值 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你们现在有的人 是 就是在一般这边 他有的人是把这个地方 射比较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96 PPI 好 那你今天 我们荧幕的解析度 就是预设就是 这个PPI 当你比较高的时候 射比较高的时候 萤幕上看其实没有差 但是列印就会有差 因为印出来之后 你要印的比较大张 要印的比较细 那个解析度要高 你说不够高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马赛克 那么我们在萤幕上 本身的解析度 其实就是说96 比较小的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英寸 造成每一点 一就是造成DOT 的印取 也就是每一英寸的96点 这样子 来形成我们 有点像你在外面看那个 就是LED碳板那一种 好像好几颗灯泡 然后用这几颗灯泡 组合成一个字 这样子 这种我们就称作解析度 解析度 所以 萤幕上就只要这样就够了 只要这样就够了 一般是如果比如说你一般 我们大部分一百五左右 一百二一百五是用在哪里 比如说你要用在报告那种文件列印的 因为各位有没有一个经验 萤幕上的那个 那个 比如说网页上的 用图片 你把它抓下来之后 列印 你都发现品质比较差 应该会 对不对 因为网页上的解析度 通常不会测太高 因为测太高没有用 我再给网位上看的 除非我就跟你讲 就是要利用的 我才会把它弄比较大 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 所以我们透过刚刚那个方式 可以有效的降低 就是说 你的那个什么 档案的大小 你可以先试试看看这个 比如说像我那个简报 我本来的原始档案 可能大概四级美港 但是我把它经过 这样的做 经过之后 大概剩六美港 就少了一半 所以你可能 可以稍微尝试看看 尝试看看 那最后呢 我们等一下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免费 谢谢大家